大家好,我是红神红嫂,今天是8月15号,星期六,我来这里捞一点鲸鱼,胖去我的大鲸鱼缸。 今天我想聊的话题是,单身汉在性格、修养上怎样把自己做得更好? 关于性格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。 很多单身汉在性格修养方面确实是做得比较弱的,他们脾气大,没有忍让,耐心,动不动就发脾气,这样月女跟你相处会感到害怕的。 你如果在越南生活过,就会发现越南人很少吵架,打斗的,他们习惯了平静,祥和的人际氛围,一般不吵架。 家人不吵架,邻居同事就更不吵架,那你一定会问,他们怎样来表达愤怒和哀怨,他们一般就是以后彼此不说话不来往了。 越南人在外面一般吃点亏,也不太放心上,就是很少斤斤计较,得力不饶人的,你经常在越南居民区走动一下就会发现,越南人很少有吵架发生的。 但是在中国很多人为了一点小事,如果觉得自己有一点吃亏,就会找对方去讨理讨说法,不能让别人占便宜,自己吃亏。 如在外面发生碰撞,首先就会问对方你怎么搞的,没看见吗? 然后大吵大闹,继而彼此打电话呼朋叫友的,更有甚者甚至当即大打出手的。 而要是越南人在街上发生了摩托碰撞,双方都撞倒了,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时间去责怪对方,一般就是首先跑过去把对方扶起。 问有没有摔着哪里,当双方都确定没什么大碍后,双方才向安无事离去,我又一次带孩子,为了躲避旁边的摩托,我自己摔倒了,就有好几个人停下来帮我扶起摩托孩子和我。 从这些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越南人的普遍性格特征,就是不太跟他人产生冲突的,在市场买菜也是,越南人不太讲价算价的,老板说多少就多少,所以他们跟我们国人去市场买菜就会觉得国人太挑剔,太选,太算,你一定会说我不算这不是犯傻吗?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惯或比三家,讨价还价不吃亏。 这点跟越南人习惯就有点不同了,要是你的越娘她出去买菜,在价格上,选物上,如果你觉得她吃亏了,也不要骂她傻貌,因为越南人的习惯就是不讲价,不争吵,他们不愿意跟他人红脸。 了解这些能够帮助你跟越女相处,有些国人太强势,不能吃一丁点亏,喜欢大吵大闹,越女就会不喜欢,这样她就会生气,这样就会产生夫妻矛盾。 越女对大度,谦和,忍让的单身和性格比较喜欢,如深圳杨正义那样的性格,就比较容易让越女着迷,杨对她的越南老婆很谦让,很迁就,因为她知道老婆比她小很多。 另外她对老婆的原则是,老公在老婆面前耸一点并不丢人,更不存在吃亏什么的,如果你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,我要有男子汉,丈夫的自尊,那我就劝你不要去找外国老婆了。 有些单身汉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修养和习惯,任性惯了,不注意自己言行,没有自我约束力,更没有诚信和契约精神,在外面与他人难以相处。 屡屡碰壁却又从来不知悔改,如何南单身汉在找我们相亲前,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,里面是他坐父亲的三轮车去城里,我们听到他在车上大声呵斥他父亲,这让我和洪哥心里都咯噔了一下,我说一个连父亲都不懂得尊重的人,也肯定不会尊重他的月娘的。 我要洪哥不要接这种单身汉了,没想到我一语成衬,一个连自己为人都做不好的人,连父母都不懂得尊重的人,与他人又难以相处融合,就算给他找好了靠谱老婆,谁又能保证这样一个人能跟他老婆相处融洽呢? 所以洪哥经常说,给单身汉找老婆,同时还要给他们塑造人格,就是因为碰到太多问题单身汉了,有些人不理解,问怎么会这样,因为你没有体验过,而我们经常碰到,各种滋味只有我们才自知,你没有体会,怎会明白这世上还有各种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人呢? 还有一个酗酒成性的老年单身汉,他为人貌似和善,但是他有一个顽疾,就是喝醉后喜欢轻则不停对着空气唠叨,重则就经常折磨老婆,老婆要是睡着的也要把人家叫醒听他唠叨。 如果光是唠叨,不侵犯别人还不要紧,可是酒鬼哪有几个是有自控力的,他不是用筷子去打人家头,就是去凝人家耳朵。 当洪哥听到女方电话求救去警告他时,他却若无其事,说是要教老婆中文发音。 洪哥说你又不是老师,你怎么会教中文发音,况且你最熏熏的,说话舌头打结,口齿不清,你怎么教? 他老婆都求救好几次了,洪哥警告他,你再这样下去,你要是把他折磨跑了你就会孤老终生的。 而他却总是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地敷衍洪哥说自己没有折磨老婆,像酒鬼这样偏执,心理有问题的还远远不止他一个,现今社会这种心理健康有问题的,已成不断上升趋势,所以洪哥为什么要对相亲单身汉严格审查是有原因的? 是想这种单身汉,在国内方言几百里的都了解他的品行,没有人敢嫁给他,然后他不得已去国外找,负责任的中介给他找好了老婆,而他自己却不争气,一喝醉酒,就鼻子,耳朵,尾巴都露出来了,吓着别人不说,还要总是去折腾,折磨老婆,一旦人家忍受不了他的没完没了的折磨跑回了, 他又会第一时间来骂你中介,说你介绍的老婆不靠谱,这就让旁人一时真凶难辨了,这种害人,害己的单身汉最好自己孤老终生不要去祸害无辜的人了 所以现今社会心理不健康的人还真不少,特别是那些长期孤独,封闭自我的人,外加不良嗜好,就会害人害己,这样的人要多出去走动,与他人接触,参加社交活动,以改变自己的自闭性格,培养起一种开朗,乐观,大度,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实在难以改变的,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国外找老婆了,因为不仅祸害了无辜的人,还让自己舍财,给他人带来痛苦,还不如把自己所有的钱用来给自己吃好,自己依人吃饱全家不饿 感谢观看